4.诊断与治疗 医学包括理论与临床 就理论而言 原始点医学认为 生命要靠身体的组织器官运作来维持 而推动组织器官正常运作 需要充足的能量 此能量称为热能 因此 所有疾病症状 不外乎源自两个层面的问题 一是身体组织器官运作失调的体伤问题 二是身体能量 不足以供应组织器官正常运作的热能不足问题 就临床而言 原始点医学通过按推与热源 亦以实证出 所有疾病症状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体伤分为他处体伤与患处体伤 可直接导致症状 热能不足则可影响体伤 再由体伤导致症状 一级有症状 必有体伤 身体为了自我修复体伤 必会消耗更多热能 所以体伤严重 会使热能不足 体力虚弱 反之 热能不足也会使体伤恶化 症状加重 陷入恶性循环 由此可知 体伤与热能不足 彼此相互影响 共同左右着病情的变化 故治疗疾病 必须按推与热源并用 才能同时解除体伤 及改善热能不足 这一段很明显 就是就生命的角度 来探讨 为什么体伤及热能不足 是疾病之因 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原始点因为是做出来的 所以从按推与热源 也可以证实 体伤及热能不足 才是疾病之因 因为按推它就可以解除体伤 来达到快速解症的目的 这很明显 原始点从很多大量的案例 都可以证实 那热能不足也是一项重点 如果光按推 有一些重病患者 没有热源的补充 它是无法改善 所以从实际的操作 也可以证实 疾病之因是什么 这一开始就把 疾病之因 从理论上跟临床上的实作 都可以讲得清楚 有了这样的结论之后 那原始点就进一步再来分析 体伤跟热能不足之间的关系 它们彼此是互为影响的 那这个我就不再重复 那所以在治疗疾病 它必须要同时去解决这两处 因为它们体伤会影响热能不足 同样热能不足也会影响体伤 那它们共同左右着病情的变化 所以你要解决疾病 你必须同时去解决体伤 还有热能不足 这也导致我们后来的诊疗方法 你看 变疾病之轻重 就是在决定到底是按推为主 还是以热源为主 道理也是在这样 就是虽然以什么为主 但按推为主就一定是热源为主 热源为主就一定是按推为主 两者是不可以切割的 那这样的行程也跟原始点 就已经跟中医就不大一样 中医当然也有一针二咎三用药 但没有办法像原始点这么强调 它是一个整体 也就是一针二咎三用药 一般都要应用上去 而就不会有现在中医 有时候他们是有分内科的 针灸科的甚至外伤科的 其实这个分法在中医应该是后来受西医影响 中医一般以前我们考过都是叫前科 也就是一般科啦 任何内科外科什么你都要会 那原始点真的完全落实到这样 也就是什么样的病人我们都可以处理 那处理的方式就是要按推跟热源同时应用上 这样才可以把疾病之音彻底解决 虽说在诊疗上通过观察症状就可从果推因 以医疗保健之源从因解除症状 但能使原始点医学的因缘国理论 及诊疗方法完全落实到临床 达到视力如一 是在按推与热源的实证基础上 经不断研发归纳才完成的 此疾通过观察体力虚弱病症之有无 及症状应属何种体伤所致 来推断疾病之轻重及体伤位置 以决定按推与热源的治疗原则 使体伤及热能不足得以改善 从而达到保命及疗愈疾病的目的 且在做出大量案例后 方能见往之来 总结出治病所需时间及医学有效范畴 此外找出原始痛点按推 即可快速解除它处体伤 使疾病消弭于瞬间或无形 达到医疗至乙病或至未病的目的 又可在其治疗过程中 分辨乙病或未病之体伤位置 使诊疗得以融合为一一步到位 这个诊疗原始点的诊断与治疗 就是在这一段等于算是总纲吧 他把所有的都先介绍一下 后来再叙述的都是从这里开始延伸出来 然后再把它讲详细一点 那原始点的诊疗方法 这里开始讲的就是 为什么原始点诊疗方法 能够慢慢落实到临床 还有它的因缘果理论 这么重要的理论 也可以落实在临床 达到视理如意呢 也就是讲的跟做的是一致的 那这里我们就实际上来说就是 它其实还是做出来的 也就是它是从按推移 热源的实证基础上 在这个基础上不断的研发还有归纳 然后从很多患者的案例中 慢慢进一步证实 这个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然后怎么把诊疗方法简化 形成诊疗合一 然后也可以用因缘果的理论来推断 这样的理论基础是对还是错 所以简单的讲 原始点它一开始就是设定从按推 慢慢发展到热源的完成 然后再来慢慢建立它的体系 也就是理论体系 包括那个因缘果的理论 还有它在实际上的操作 也就是诊疗方法体系 也都是从按推移热源慢慢形成的 实际在应用上就是观察 有没有体力虚弱病症 如果有那它就是重病 如果没有就是属轻中症 另外还要观察什么 观察这个症状到底是由哪一个体伤所致 那这个在疾病与衰老都有讲 比如说症的不适感多属他处体伤所致 所以你看到疼痛酸麻痒 你一下子就可以知道 这个可能就是他处体伤 那如果像症的体力虚弱 多属患处体伤所致 比如面无光泽异常疲惫行动无理 这样一看我们马上就清楚 这个是属重病马上就要温敷 所以它是可以从观察 有没有体力虚弱病症 来推断疾病的轻中 另外还有观察疾病的体伤位置 来观察疾病症到底是属于 何种体伤所致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达到决定 按推与热源的治疗原则 从而来改善体伤及热源不足 达到保密疾疗与疾病的目的 这个这一个重点 还是从一开始的按推与热源 慢慢才也研发出来 好那你看归 变体向位置也是按推才做出来 观察体力虚弱病症 那这个也是从症跟状的分开 那慢慢理解 所以一开始都是做出来 慢慢才归了 好那有了这样最后原始点 它的特殊之处就是在这一句话 它不只突破了医学说疾病 我们认了疾病 有没有办法知道它多久会好 一般医学是不讲的 中医也不可能讲到这一点 那原始点 因为在累积大量案例之后 我就可以总结出这个疾病 到底需要多少时间 另外还有一个特色就是 医学有效范畴 原始点医学的特色 也就是它跟其他医学的不一样 有效范畴就是到底原始点 有什么病人治 什么病不能治 这个才叫有效范畴 有效范畴 你要说它的有效 到底范围有多大 那这样你一定要知道原始点 什么病不能做出来 你才有办法去推敲它的有效范畴 这个早期我在演讲的时候 这一段本来早期也是有写范畴 最后改成治病是否有效 完全就把那个味道都变成没有了 所以我最后想出书之前 就感觉这一点特别重要 这个也是我之前有提过的一次经历 就是早期 我还在当中医师的时候 那时候还蛮菜 刚也是考过 考过没有几年 那我们医师都要培训 也就是你一年要培训有24次 十数 就是一年 你一定要参加很多 医师工会举办的演讲 那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就是 有一次演讲刚好 就是西医还有中医 正在谈说如何中西医来整病 把各个每个医学的优点 来展现 如果自己本身有缺点的 那当然我们就鼓励患者去西医 比如说中医的角度 那同样西医有些治不好的病 就可以鼓励患者到中医来 那那一场会 主办方很用心 就是请一些西医的 学友专长的这些医师 还有中医的一些大佬 也就是比较得望 学术比较高的 这些中医界的长辈 来互相对谈 那我们在台下也只能听 但是我发现 最后也没有什么结论 为什么 因为常常会有增值 比如说一个病人来 那这个病人到底要用西医 还是用中医 其实没有一个标准 那中医有时候也会埋怨 那你们有一些像很轻的症状 比如疼痛的 我们用针灸就可以咀嚼了 他根本不需要开刀 那西医也会反驳 他说有些你们一直吃药 也没什么效 他有时候来我们这里 有时候手术了就好了 类似这样各说各话 那大家因为也坦诚在沟通 所以那大家就提出来 那中医说你对中医 当然你们的角度也有所批判 那你们能不能说出我们在什么情况下 你们用手术会比我们好 那反过来说西医也会说 也是很客气的问中医 那什么病你认为我们不用手术 你们就可以用你们的方式来治疗 那什么病名 大家一起来共同来努力来探讨 那最后我发现 还是各说各话 各有坚持 比如说中医的针灸 为什么能够把 这些西医认为已经是椎间盘突出 所造成的坐骨神经痛或是骨刺压迫到的 为什么能靠针灸就好 针灸不可能使骨刺或椎间盘归位 这一点西医也不清楚 类似这样 那中医又讲不出所以难来 所以我发现那一场 我听完感觉没有说过 只是各说各话 那既然各说各话如何诊病呢 那最后我看到的结果也真的 后来在台湾也有很多中医师开始 在西医院里面服务 但反而变成怎么样 中医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 比如在一个大医院如果有一些急救啊 几乎都是西医 比如脑中风啊进来 那一定是先送到西医 检查然后用西医 要不要手术由西医来判断 那一些像感冒啊 胃肠病啊慢性病 那有一些就配合吃中药 那中医的功能很多就萎缩了 其实中医急救方面 其实是很有效的 尤其像脑中风急性的 现在以原始点来看 那这个很肯定就是中医的长项 只要懂得把大开关按推开来 以原始点现在来看 还有懂得热源的温敷 那患者 比较难治的一般一个月处理得当 也会修复得很快 那这个疗效绝对比西医好很多 类似这样 但是现在诊病之后 我发现中医很多功能就萎缩了 好像变成附属的 那这个都是对自己的 到底中医什么病人治 中医自己不知道 那同样的西医什么病不能治 他们也不知道 所以他们好像全部都包 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所以我在讲原始点诊断与治疗 我认为这个特别重要 到底原始点什么能做 什么不能做 一定要讲清楚 那这个也是今天要稍微做补充的部分 等后面我们再详细来讲 下面还有原始点另外一个特色 它是按推原始痛点 它不只具有按推的治疗 还具有那个分辨体伤位置的诊断 这个是中医跟西医所没有 它等于一步到位 你按推的过程中 既是治疗也是诊断 那另外它在按推 既可以治疑病 还可以治胃病 因为它也可以变出 疑病或胃病的体伤位置出来 这也是中医跟新医所没有的部分 这个让整个医学更往前推进 所以从这一段原始点 它是从人体点点滴滴做出来 开始是从按推找出压痛点 然后再进一步把人体的 一条脊椎及七处的总开关找出来 那找出来之后 再进一步把外内热源完成 那借由按推与热源来证实疾病之因 然后进一步再发展到 因缘果的理论及诊疗方法 可以完全落实 就是诊断应该要怎么诊断 然后来判定 应该以按推为主 还是以热源为主 然后应该是要按推的位置在哪里 是要以按推它处为主 然后热源为主 还是要按推患处痛点为主 压痛点为主 按推患处痛点为主 然后温敷患处为主 那这个就慢慢延伸出来 所以它的诊疗方法就更完善 那完善之后再进一步 变什么疾病大概多久会好 那一般这个医学也不敢这样 很明确的点出这个时间 那原始点因为有大量案例在支撑着 我们就可以很快归纳出来 这个就已经是 算是医学界的一个很大的突破 比如说肿瘤 一般西医大部分看到肿瘤说 你一定要配合 要不然多久会死 它是反而负面的去诊断 如果不照他们的治疗 多久会死 但是如果照他们的治疗多久会好 他们也不敢说 那原始点是直接点出来 一般处理肿瘤硬结肿怪肿瘤 需要多少时间 他是可以这样点出来 那另外一个就是 原始点对医学的贡献就是 最后一项 就是原始点他可以知道 原始点能够治疗的范畴在哪里 那什么是不能治 同样他也可以看出中医什么人治 西医什么人治 而他们所不能治的又是什么 原始点也可以这样来推理出来 所以如果那一场 以我现在 以原始点这样研发了这样一二十年 那一场我认为很多答案都在我的心底 现在都在这里都有在我们的诊疗 这个诊断与治疗这一篇 都已经可以讲清楚 也就是那一场如果历史还能够重演 那我能够站在台上 能够让我有时间来发表 那西医的短板在哪里 他们有一些病是治不好的 那中医有哪些病可以治好 那这个都可以很清楚 所以我刚刚讲的为什么要总结出 治病所需时间及医学有效范畴 这个医学有效范畴非常重要 如果你医学自己比如说中医都不知道 我什么病能治 什么病不能治 那你怎么能治什么病 我以前我就是遇到一个医师也是这样 我就问他 我问他 他因为那时候去在大陆吧 遇到一个算是蛮有名气 他带我去参观他医院 那一些患者他们的治疗方式 然后他告诉我 他们这种病也能治 这个病也能治 我说这个对我而言 没有什么特别惊喜 可能他也不了解我原始点 是做到什么程度 所以我直觉我就这样讲 他也很诧异 照理他做出这么多 应该我会很惊讶才对 但听我的一句好像很平淡 我反而是访问他一句话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什么病不能治 这一句话他反而接不上来 那就很明显 他感觉好像我什么病都能治 他一问他什么病不能治的时候 他又答不出来 那你我所以我就进一步再问 我说如果你不知道 你什么病不能治 那你跟我讲 你什么病能治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我们来看 西医就是因为他也不知道 他什么病不能治 什么病能治 但他就什么病都要治 不管什么病 包括现在的一些什么病 包括急性病也好 甚至一些流感的病也好 还有一些比如很简单的 他们疼痛他们还有疼痛科 其实在我们看那个找开关就可以按 就可以解决了 他们也有一个专科可能是疼痛科 类似这样 那就是他们想要什么都治 但又分得很细 事实上他们又没有大开关的概念 就更难了 所以我也知道很多西医的医生 在这一方面他们就会去想学中医的一些针灸 但是他们又说他们人治 这就很奇怪 因为也不是每个医师都知道 这些大小开关的问题 那很多疼痛就像我们疾病与衰老就有讲过 很多根本就是症的不适感多数他处体伤 按一按就可以解决了 他们反而要手术 所以那一场的演讲 我说历史是不能重演 要不然我都可以肯定 甚至可以做出来给他们干 类似这样 那因为我不知道什么病人治 什么病不能治 所以每个医学都同胞来了 我就是全治全部治疗 那现在因为西医为主导 那个整个形式就更是这样 不管他们能不能治 那就是几乎他们说了算 包括急救 明明知道我们从原始点就可以看出来 心脏骤停 你一定大开关是上背部 这个才是大开关 他们怎么会压在疼痛处呢 也就是心脏的部位 等于按在患处 那这个很明显就是跟原始点的大开关 一看就知道这肯定是不对的 脑中风的大开关是在耳后或整骨下眼 但他们是甚至直接就手术 从患处下手 那就代表他们既没有这样很简单就可以 很多简单的病就可以解决 但把简单的病便搞得就比较复杂了 就是因为他不了解 然后又要阻挡 这个就有这样的缺失 那所以这一个变得很重要 那原始点最后这一项就是把 诊疗合一这一个 也是对医学一个很大的突破 这一段等于几乎把原始点的整个研发稍作了 稍微做了介绍 然后又把原始点 怎么来变疾病轻重及体伤位置 然后来达到改善疾病之因 最后解决疾病 这个整个过程中都做了一些介绍 然后他的特殊 特殊比如有几处 第一个他可以知道 预测多久时间这个疾病会好 还可以知道 医学的极限 到底他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然后最后还可以让诊疗 完全可以 这个都是原始点的诊断与治疗跟其他一些很大的不一样 由于热能严重不足会减弱体力危及生命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原始点医学的诊疗方法 首先需分辨疾病之轻重 此即通过观察 有无热能严重不足的体力虚弱病症 若有极为重病 若无极为轻重症 之后才能分辨疾病之体伤位置 其方法需按症状区别对待 状的体表组织受损 必属患处体伤所致 目视即可分辨 正的体伤位置则他处患处皆有可能 故通过观察症状 虽可推断疾病之体伤位置 但这仅供参考并不绝对 仍需经按推原始痛点后 才能确认 此即通过按推相对应之原始痛点 若有改善 则此疾病之体伤位置是在他处 此他处是指原始点的一条脊椎 即七处 而在他处体表找出的压痛点 称为原始痛点 若无法立即改善 则此疾病之体伤位置是在患处 而在患处中围找出的压痛点 称为患处痛点 虽然在理论上压痛点代表体伤位置 比如压痛点 在原始点位置 此处的体伤称为他处体伤 在患处中围 此处的体伤称为患处体伤 但在临床上 仍需经按推原始痛点后 是疾病改善 是疾病改善与否 才能确认体伤位置 且需注意压痛点 与疼痛处不同 前者经压才痛 是代表体伤位置 也是治病开关 故可按推 后者不压疾痛 是代表疾病位置 非治病开关 故不可按推 至于变未病之体伤位置 可按推原始点的一条脊椎脊七处 以找出代表体伤位置的压痛点 由此可见 不论已病或未病 都是先有按推的治疗 之后才有变体伤位置的诊断 因此其过程既是治疗 也是诊断 热能严重不足 也就是疾病之因是热能不足 这里特别强调严重不足 那严重不足会怎么样 会减弱体力 甚至危及生命 我们也知道 热能有则生无则亡 有热能则生无热能则亡 那所以热能这么严重 那这个又是诊断疾病之因 就是从果来推 那这个一定要先点出来 原始点 他治病是先保密 然后再来解决症状 那处理上 当然就最看重的就是热能 那热能 你如何判断出 他到底热能是不是严重不足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原始点 他的诊疗方法一定是先分辨疾病之轻重 前面有介绍过 这个应该怎么来分疾病轻重 就是要通过观察 有无热能严重不足的体力虚弱病症 也就观察体力虚弱病症之有无 这里特别强调的是热能严重不足 好那如果有极为重病 若无极为轻重症 你第一个原始点的诊疗 两个不能颠倒 也就是分辨疾病之轻重 以分辨疾病之体伤位置 两个不能持续颠倒 一定是先把疾病轻重分辨出来 那这样分辨出来 我们就可以提高安全了 提高他的安全性 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看他是体力虚弱 你的处理上就不能先按推了 按推会消耗热能 那这个就会有风险了 那原始点 因为都是要让大家 在安全的情况下来操作 所以对这一个非常重视 所以我们才强调 一定要先分出来 如果是这个已经热能严重不足 我们一定先温敷再来按推 那这样安全性就提高了 那有了这样的判断之后 我们之后才能变疾病之体伤位置 所以下一下一段就在谈这个 那怎么来变体伤位置呢 前面已经有讲了 这个患处体伤所致之症状 也就是状它是体表组织受损 包括皮肤病急 皮肤伤口啊 出血啊这一类的 都是眼睛就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状应该不需要分辨 真正要分辨的是症的 症有分三种 它有可能是在 它处有可能是在患处 比如症的体伤症的不适感 多属他处体伤属制 那症的功能混乱 或属他处体伤或属患处体伤属制 症的体力虚弱病症 则多属患处体伤属制 所以真正要变反的是症 那当然通过观察 我们前面也有说了 观察因为都已经有分类了 就可以做一个参考 你通过观察 你就可以看出它的体伤位置 但老实讲 这个只是一个参考 即便像我们说的症的不适感 疼痛痠麻痒 也有按推没有效的 而最后判定是属于患处体伤 所致 类似这样 所以最后 最标准的还是要经过按推 才能完全确认 好 那我们实际操作就是 既然最标准的就是以 通过按推相对应之原始动点 那怎么来分辨呢 按推完如果有改善 那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个疾病的体伤位置是在他处 离开患处的我们统称为他处 那所以这个他处在原始点指的就是一条脊椎及七处 那如果是中医呢 中医的经络穴指的就是离开患处的包括这十四条经络的穴位 他都属于那这个他处在这里我们是因为谈原始点吧 所以我们就把它特别指出来这就是原始点的一条脊椎及七处 那在这里找出来的压痛点 我们称为原始痛点 因为实际在操作的时候就是我们除了原始点知道位置以外 那你真正要解决疾病还要从这个位置里面再找出压痛点 那这个压痛点就变得很关键 有些人只会按推但没有压到压痛点 没有把它找出来按推所以效果就不好了 所以这个压痛点变成原始点的一个很重要的操作 还有一个也算是一个理论体系的一个核心 所以我们就给他一个专有名词 如果在本来一条级这一级七处 我们称为原始点位置 那多了这一个压痛点找出来 在这个位置找出来我们就称为原始痛点 好那同样的这个压痛点 如果是在患处就变成患处痛点 如果按推无效的话 按推如果没有立即改善的话 这疾病之体相位置是在患处 那既然患处就是代表 它处是没有办法完全解决的 立有未待 这时候我们必须在患处周围再找出压痛点 那很明显压痛点就这里已经 隐约可以代表它就是一个开关 再找出从总开关里面 再找出这个压痛点的大开关 再患处痛点我们称为小开关 这个时候的压痛点就 这个小开关可以补足大开关的不足 然后来解决患处体相所持之症状 所以这个压痛点意义已经很清楚 它有两个 它既代表是开关 治病的开关 还有它位在原始点的位置 我们就称为它处体相 位在患处周围的地方 我们就称为患处体相 那很明显 这个压痛点有这样的意思 因为体相位置就是疾病之因嘛 那它就是疾病之因 然后又是治病的开关 直接从这里下手 所以它本身就是没有矛盾的 所以它又可以说是代表体相位置 又可以说是治病的开关 所以这里就开始把压痛点 这个我认为也是原始点 它整疗体系一个重要的 压痛点代表什么 把它说清楚很重要 那从理论上 所以压痛点刚刚我讲 它代表体相位置 比如压痛点在原始点位置 此处的体相称为他处体相 在患处周围 此处的体相称为患处体相 但这样是完全不变呢 不是的 因为这个还是 从临床上来看 还是要以按推有没有效 才作为最后的确认 比如说 我们在原始点位置找出压痛点 我们就知道它是他处体相 但他处体相这个疾病如果是 那有些按推就没有效啊 那我们就要找患处痛点了 这时候我们称为这个病是患处体相 所以才要找患处痛点 所以最后到底是称他处体相或患处体相 还要再经过按推这一道手续 做最后的确认 所以跟刚刚我们前面讲的有一点雷同 就是通过观察虽然也可以分辨出 证的不适感多数他处体相 但最后是不是真的他处体相 你还是要按按看 按了有效 那这样才是确认 如果按的没有效 那我们还是称他为 那个没有效就患处体相 那这里也是一样 虽然理论上压痛点在哪个地方 就可以称为到底是他处体相 还是患处体相 但最后的确认 还是要经过按推原始痛点 那整个理论体系就一致了 就不会有所谓的冲突 为什么压痛点明明是在 一条脊椎七处就找到 那为什么最后又是患处体相 就是还要最后经过按推 做最后的确认 好那了解了之后 这里再进一步来分辨 就是要注意压痛点跟疼痛处 这里压痛点跟疼痛处 它的分法 这里讲得很清楚 压痛点是怎么样 经压才痛 它平常患者是没有感觉痛 是因为你找到这个开关了 一压 它突然间啊一声痛起来了 好这个就是压痛点 那这个压痛点就代表体相位置 也是致病的开关 所以它可以按推 那后者疼痛处 疼痛处是 你不压它就痛 它平常就在痛 所以两个是不一样的 那它代表的是怎么样 你不压它就一直在痛 那个就是疾病的位置所在 那它也不是致病的开关 所以不可按推 其实大家在看这一段 可能没有感觉 但如果看懂了 那我们再来看西医 就很快也可以看出它的问题了 比如它膝盖痛 膝盖痛多数差处体伤啊 那它疼痛的处是在膝盖 那膝盖就不是开关哦 它是代表疾病的体相位置 不是开关啊 所以不能按推啊 那不能按推 当然更不能手术啊 所以用这样来理解 西医都是从患处下手 那你就知道 这肯定就有问题了 从这一段也可以看出来 那同样的 当你心脏有问题 它从患处下手 去不管按压 你一看也知道 这个也是有问题的 那是从患处 患处是不是开关 是不能按推的 所以如果了解 我现在为什么要这样写 其实它最主要的用意 就是点出 有一些是从患处下手 是不可以的 它真正处理 一定要去找 它处的大开关 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医 它的经络理论 要有存在的必要 就是你患处不能解决疾病啊 所以要在这十四条里面 去找穴位 找开关 才可以找得到 那阿四线也是这样的意思 也是要找开关 这中医跟西医最大的部分 就是西医 直接就从患处下手了 症状在哪里就处理哪里 还有一点他们又以仪器检查的 造出来的 那造出来我们前面疾病与衰老 都已经讲过 体伤及热能不足 不可能造出来 造出来不外就是老跟病啊 啊病的就是组织受损嘛 老的就是异常形态嘛 造得出来 那当然检测的数据异常指数 这个就不提了 这根本不会造成体伤的 所以检查出来的 仪器检查出来 不外也是老跟病 那老病都是属果 也非疾病之一 所以我还是把它当作患处 即便你检查出来下手 那个还是患处啊 那患处是不能治疗的 一样也就广义来讲 这些检查出来 还有症状的发生的部位 疼痛处啊这些 都是属患处 那患处能不能按推 不可以的 那如果你要按推 也要找患处周围的开关 而不是直接就从患处下手 所以这一点 在这里就是特别提出 这样的看法 其实他的诊疗方法已经 简单的讲 已经看出西医的很多问题了 因为我们原始点是一路做出来的 那这一段的分法 一般人读一读 好像觉得也没有什么 事实上你在细思很多道理 包括西医的还有原始点 两个是完全不一样 一个是从先从大开关也就是他处下手 一个就直接从患处下手了 患处本身是不能按不能治疗的 那即便要从患处下手 也不是直接从患处下手 原始点是从患处的体伤 也就是在患处周围找出压痛点来处理的 这个意义完全不一样 好这里也花了一点时间 在让你们听的人能够更详细 压痛点的代表的意识 所以这里也是算是一个蛮核心的理论观念 非常重要 变位病极伤位置 我们就知道了怎么变 可按推一条脊椎脊七处嘛 原始点你从这个位置找出来的压痛点 那就是体伤位置了 那这个就是治病的开关了 所以他自然就可以治未病了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 那原始点都是按推 最后才有诊断 所以他是先有治疗 按推的治疗 之后才有变体伤位置的诊断 所以不管已病或未病 都是这样的道理 所以这个过程既是治疗 也是诊断 所以我们说原始点 就可以把诊断跟治疗 完全融合在医了 这个也是医学界 几乎前所未见吧 好那我们这一段非常重要 也是原始点诊疗体系的很重要的一环 原始点诊疗方法之实践 通过观察 若无疾病 表示体力正常 若疾病属轻重症 处理上 应以按推为主 热源为辅 此即通过按推 症状相对应 至原始痛点为主 热源温敷 原始点为辅 若按推 无法立即改善 应以按推 换处痛点为主 热源温敷 换处为辅 如此才能达到 解除他处 或换处体伤 所致症状的目的 若疾病属重病 处理上 应以热源为主 按推 及其他保健方法为辅 此即 先通过外内热源 主要是以姜粉 姜粉泥 或姜汤 用于体伤位置 再按推 原始痛点 即温敷 原始点 若按推 无法立即改善 应按推 换处痛点 即温敷换处 期间还要 配合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及良好心态 如此 才能改善体伤 及热能不足 达到保命 及疗愈疾病的目的 综上所述 可见 分辨疾病之轻重 是决定按推 与热源 合者为主 分辨疾病之体伤位置 是决定按推 与热源的治疗位置 其中 分辨疾病之体伤位置 需经按推 相对应 至原始痛点 无立即知效 才能按推 换处痛点 比如 膝盖肿痛 按推 臀部 原始痛点 若无法 立即改善 才能在其 涵盖范围的膝盖周围 找出压痛点 按推 但解除症状的疗效 按推 换处痛点 只急于膝盖 不像按推 臀部 臀部原始痛点 既可急于膝盖 又可急于 腹骨勾 大腿 小腿 及脚踝 等部位 可见原始痛点 是大开关 而换处痛点 是小开关 此小开关 必须在按推 大开关 无立即知效后 才能使用 但因它 可就近解除 患处体伤 所致之症状 以弥补 按推 原始痛点 之力 有未带 所以是 医疗治病 不可或缺的方法 前面比较着重在 理论上的 说明 那这一段 就是实际上 在临床上的操作 好 那原始点 诊疗方法 用到临床上 第一个最重要就是 它是通过观察 不是通过仪器检查 不需要 只有通过观察 那通过观察 既然它既非症 也非状 也就是 它什么病也没有 那就代表 它是正常人吧 那正常人 当然就没有所谓的体力虚弱病症 如果有那就是重病了 它也不可能说是无病之人 所以表示这个它体力也是不错 那体力不错 我们就知道 这个一定是以按推为主 热言为辅 那如果有体力虚弱的病症 就是重病的话 那应该是以热言为主 按推及其他保健方法为辅 这里 所以简单的讲 它通过观察 看如果没有病 那就是以按推为主 热言为辅 还有轻重症也是这样 按推为主 热言为辅 到了重病才是以热言为主 按推及其他保健方法为辅 那这样这一段在谈的就是这样的处理过程 所以里面的我就不再详述 这里都已经讲得很清楚 好 那在这里就可以看出一点 就是在变疾病的轻重 如果是比如说轻重症 它以按推为主热言为辅 那按推你要不要变疾伤为辅 当然就要 那如果是重病 您以热言为主 按推及其他保健方法为辅 这个按推要不要在变体伤位置 它在治疗的过程要不要 也是要啊 所以简单的讲 变体伤位置 是在变疾病轻重里面 才延伸出来 实际在操作的时候才延伸出来 所以它两个是合在一起 但是先后刺激都是先变疾病之轻重 这也符合我们前面讲的 这样比较安全 好那从整个的叙述 大家已经可以看得出来 变疾病之轻重 它是决定按推以热源的就是 心重那你应该是以按推为主或热源为主 所以它是决定按推与热源合者为主 那同样的变体伤位置是决定什么呢 是决定按推与热源应该治疗哪个位置 比如按推有效 那当然就是他处 他处就是按推他处提伤 还有就是原始痛点 还有温敷原始点 那如果按推无力极之效 那就是按推患处痛点 再温敷患处 所以它是决定变体伤位置 是决定治疗的位置 这两者也不一样 也就着重点不一样 好那进一步这一段再延伸出来就是 好那你要变体伤位置 要注意的是什么 一定要先按推原始痛点 无力极之效才能按推患处痛点 这一点非常重要 而不是一开始就 你看是撞的组织受阻 我马上按推 那个患处周围的压痛 不能这样做 一定还是要从大开关做 那按推了确定了 那其实在治疗 大开关按推有没有效 事实上都有效 只是说它有效 但没有办法立即改善 如此而已啊 不是这里一直在强调它无力极改善 就是不是说没有效 而是没有办法立即有效 事实上还是有作用 所以你还是要先把大开关解决 然后还要温敷大开关 它确定没有效了 那么再来进一步 加强患处的压痛点 还有患处的热源 按推跟热源 那这样就能解决患处的问题 所以这样来看 按推没有立即改善 你才能按推患处痛点 这个次序不能颠倒 好 那我们进一步来看 这里就举例了 比如说膝盖痛 我们按推臀部原始痛点 那按推没有改善 那我们就要在 这个大开关含盖范围的膝盖周围 找出压痛点来 你看还是 你看它找出来 还是在大开关含盖的范围 表示大开关是有效的 但没有立即改善 所以我们再从患处周围 再找开关 来补足大开关的不足 它是有这一层意思 这时候按推大开关没有 就是按推臀部原始点 无法立即改善 你才能在其涵盖范围的膝盖周围 找出压痛点按推 这里进一步再延伸一个概念出来 就是大开关跟小开关 这里就他们两个的解除症状 疗效来比较 就他们的疗效 你看按推患处痛点 它的疗效只及于膝盖 而且患处周围的压痛点 也不可能只有一点 有时候也是跟原始点 位置里面的压痛点 也可能都有很多点 一样的道理 那这么多的压痛点找出来 它只是为了解决什么 膝盖 其他没有 它不像原始痛点 它既可以解决腹骨勾 大腿小腿脚白等部位 你只要按推大开关 它这些部位都可以改善 我也遇过来的人 他膝盖痛脚踝也在痛 那我说好吧趴着 只有按推大开关一按 这两个症状同时立刻改善 所以大开关毕竟就是大开关 这从这两个的疗效来看 确实原始痛点是绝对的大开关 那因为这个大开关 为什么会变成大开关呢 它因为是在原始点 原始点我们如果介绍的时候 就知道它既是疾病的起源处 也是致病的总开关 也是它是疾病的最源头的地方 那你在最源头的总开关里面 去把这个大开关找出来 所以它威力才会这么大 如果你不是在这疾病的起源处 在总开关找到 在找到压痛的 那这个都不可能涵盖的范围 这么广泛 所以这一点也是 它之所以能成为大开关的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这里就很清楚了 那这样一个是大开关 一个是小开关 那小开关的意义在哪里 下面就讲了 这个小开关喔 它一定是在按推大开关 无力及之效后才能使用 这里又特别提出来 你不能一开始就找小开关来治疗疾病 是不可以的 你还是要从大开关来解决 这样才是完整的治疗方法 事实上你小开关有问题 大开关你解决了 其他周围的事实上你都帮它治疗过 这样对它以后整体的好 才是有根基的好 不要患者来为了省时间 大开关反而不按 直接就从小开关 那以后万一这条腿 再出现问题 你还是要从大开关 不如它来直接就把大开关也解决 然后再加强小开关 小开关是加强用 所以这里小开关 特别在提醒大家 就是小开关一定是在大开关 无力及知晓才能使用 它不能单独使用 这个观念就特别凸显出来 那但是它有为什么能 有存在的必要 因为它可以就近解除 患处体相所自治症状 以弥补按推原始痛点之力有未代 所以它是医疗治病 不可或切的方法 也就是大开关 也有力有未代的时候 所以我们说按推无力及之效 属患处体相求自治病症 那这些病症 你还是要从患处加强 那这个按推原患处痛点 就变得非常重要 所以它也是在医疗治病 不可或切的方法 成为这样 好那这一段 也是把就是怎么落实诊疗方法 讲清楚那他们的着重点 也就是变疾病之轻重 及体伤位置的着重点 也跟大家介绍 然后之后再变疾病之体伤位置 再分出大小开关 那他们的用意在哪里 怎么落实 又进一步把它说清楚 所以这一段也是蛮重要 好那紧接着下来就比较简单了 就是轻重症的分辨 跟重病的分辨 一 轻重症的分辨 与治疗原则 一 观察症状 若无体力虚弱病症 即为轻重症 此轻重症是指轻症及重症 二 轻症 症状位于四肢 如膝痛 肘痛 怀肿 腕肿 纸麻等 因不具危险性 故属轻症 三 重症 症状位于头身 如头晕 咳嗽 心痛 胸闷 腹胀 便秘等 因较具危险性 故属重症 四 不论是轻症 重症乃至重病 皆可根据其症状发作 指位置是局部或多处 次数是少或多 时间是短或长 等轻重程度 以研判病情好转与恶化 此籍症状若减轻 则属好转 反之 症状若更加严重 则属恶化 那这里是分辨疾病之轻重 从这两段来看 首先你一定要先排除 它不是重病 那很简单 就是第一条 你先观察症状 看它有没有体力虚弱病症 如果没有才是轻风症 才是我们这一个题目要谈的 那轻重症接下来第二条 再分轻症跟重症 大家有没有注意 轻症它位于四肢 重症位于头身 所以轻症跟重症 重点在位置 你从位置已经决定 它的轻重症 如果四肢的 它不会有危险性 所以你怎么治疗对或错 一般都不会有什么 比较不会发生什么 大的事故出来 但如果它是在头身就不一样 你看我们的心脏骤停 它本来就有体伤 即便它平常体力很好 但有时候一觉就不起了 那为什么 看起来没有病 但是发作起来又要命 很简单因为它是属重症 因为它的位置 就是在头身 尤其在身体 上背部这里 更加要命 所以轻重症 大家要有一个概念 轻重症如果要分 首先要分出它的位置来 这样那至于它的发作范围 次数的多寡 时间的长短 再来决定它们的严重程度 所以是先分出部位 再分出它们的严重程度 这样会比较好 好那这一段谈的就是这样 那如果有出现症状 症状越来越严重或出现体力虚弱病症 那就代表轻重症更进一步恶化 轻重症表示热能不足还未严重 应以按推为主 热源为辅 如此处理 症状却不见改善 最有可能出问题的是手法 其次才是热源 此机手法 需通过原始点位置的身前 乃至上下左右 已找出压痛点按推 而按推要先按后推 且按要由轻而重 由浅入身 推要前后均匀来回 力道不能太生硬 并需配合身体姿势 外内热源则需直接用于体伤位置 但因轻重症的体力上加 所以外内热源的使用 只需改善局部的热能不足即可 比如窗口 眼肿 鼻色 便秘等 可用江洗窗口 洗眼 喷鼻 灌肠 而不必喝可以改善全身体质的浓姜汤 如此就能加强改善特定部位的体伤 及热能不足 由此可见 医者面对轻重症乃至重病 皆需精通理论及勤炼手法 才能通过观察症状 以决定按推与热源的治疗原则 从而达到解除他处或患处体伤 所致症状的目的 最后这一句话就是医者面对轻重症 乃至重病 具体精通理论及勤炼手法 你轻重症手法很重要 同样在治疗重病的时候 手法也很重要 甚至更加重要 他要求的更高 很多人以为手法对轻重症 那重病就是比较强调热源 事实上这个手法 它是贯穿轻重症跟重病的 你重病还是要按推才能解症 但重病的按推就更需要有耐心 因为它热能已经不足了 有时候你按推太大力 它就更消耗热能 所以大家别以为手法只是在处理轻重症 没有 手法对重病患者更加重要 那很可惜的就是 我看了很多就是各地的推广点 现在大家已经观念大幅提升了 尤其最近我看各地在回答 四处的提问 也就是听众很多提出各种 五花八门的问题 他们都能回答得很好 但我担心的反而是在手法 因为手法真正手法 如果能做到位 很多病都是可以立即解症 但你做不到位 你按推本来是他处体伤 你按不到位 本来压痛点是在深层 结果你只是表层 然后又硬邦邦的 按得让人家很痛 你因为硬邦邦按得很痛 然后操作者又误以为 这个就是压痛点 不是的 压痛点不是 他是很轻柔的 然后靠身体的知识 然后慢慢由浅入身的 那慢慢患者那个痛 他虽然痛 但是他是可以忍受 不是像你还没有压到压痛点 患者就很痛 他事实上你没有压到压痛点 你只是压痛在表层 然后大力把人家皮揉得很痛而已 很多是这样的错误 那这样是不能解症 不能解症你又会误判 为患处体伤 然后越致 怎么热言用也没有效 按推也没有效 这个是不是无法从因治 治愈的难治治病 就开始又会想 这个是不是应该给西医 开始又有一些问题 所以这个基本功如果没有做好 会有这种问题 所以看到这一段 我还是会提醒 各地的志工将来手法上 我们还是想看看如何让大家能够大幅提升 我已经说有一些公益点 患者真的做不出来 他们也按推都没有什么效 结果我推荐到另外一个公益点 按推完立刻就有效 而患者自己也自述说 哎呀两地怎么 以前听张医师讲说 按推可以解症 但一直没有这种感受 到了这里我终于才体会到 真的按推是可以解症的 而且是立即性 那你看都是公益点 但整个的差距就从此拉开了 所以不要轻忽了这个手法 这一段我就特别把自己这一段日子来 看到听到的一些感受 也跟大家分享 类风湿性关节炎案例 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令人害怕的病 因为医学界目前还没有根治的方法 所以有人说 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不死的癌症 服药控制16年的漫漫长路 以为可以缓解关节的疼痛和恶化 但是关节严重变形 身体的免疫系统功能降低 手脚关节肿痛 两膝肿胀 举部围肩坐轮椅 两手变形 两手变形 关节肿胀疼痛僵硬 手指严重弯曲变形 生活质量严重受到影响 只要遇到季节交替 天气冷热变化大 四肢关节痛到受不了 症状加剧 痛到无法走路 这些年的折磨 从痛不欲生到今日的重生 这期间的痛苦反复 各种心酸痛处的滋味 外人难以体会 我是2015年7月 幸运地认识了原始点 我知道自己的病 是属于比较严重的类型 我从尝试 深信 照着做 停药 到将近四年后的今天 已经20年了 接触原始点的第一个月 当我明白原始点的从因改善 我就停掉所有的药物 先生及家人都担心 叫我慢慢解 但我从体力的改善中 体会出原始点的道理很简单 就是体伤和热能不足 我开始一样一样地认真执行 从一开始奇迹式的好转 令人雀跃不已 到半年后又反复恶化 时好时坏 期间有如洗三温暖 几个小时前 可以活动自如 爬楼 走路 运动 几个小时后 竟然恶化到连走路都困难 起初难免失去信心 内心恐惧压力 又急求病好 志工开导鼓励 叫我不要担心 才不会耗掉原本就不足的热能 继续调理 加强热源 运动 做足功课 我也更明白张医师所说的 要保持内心平静 不要太在意病情 彻底放下对疾病 担心害怕的念头 即使反复变化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坚信 唯有从一下手 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我每天坚持运动爬楼梯 晒太阳 能有今日的体力 太不可思议了 感恩张医师原始点 让我们这些重病患者 绝望的人 看到希望 也谢谢先生 这么多年的陪伴鼓励 度过难关 每天帮我按推 已是他的例行公事 我们现在推广点当志工 帮助需要的人 活得更有意义 大家好 我叫陈切云 我幻泪风师20年了 我的泪风师 在医生口中里说的是急性 我一直在用西医带医治疗 那个急性的厉害 就把我的手 脚 手腕脚腕 所有有关的关节 膝盖 手肘 都变形了 一年的时间 就把那个全身的 膝盖的关节 手腕 等等 这个关节都变形了 2019年 3月份了 4月份了 一直到现在 还好 没有走 可以走路 可以运动 可以去晒太阳 可以爬楼梯 这样我就会再慢慢的用原始点 才调理 感恩 志工们帮忙 按推 感谢 张医师 发明了原始点 谢谢 前后比对 处理前 处理后 牛皮犬案例 当他第一次来的时候 看了他情况 我跟他说 绝对会好 为什么 我有信心 我有信心 我跟他说会好 他也有信心 对不对 这最要紧 同时我也跟他讲过 将来 会不会过程中间 你可能会碰到 表皮 硬崩 可能会碰到 表皮 亏裂 你也可能会痒 你也可能会肿 你也可能会糖水 因为事实际 因为事前我已经给他打过防疫针了 所以他心里很笃定 知道这些现象只是过程 所以这些现象出来的时候 他并没有很紧张 我第一次给他按推完了以后 我给他敷江泥 腿上 我敷了 他一个晚上没有感觉 没有 灼热感 手上有微微的 他唯一的改变是 他从当天晚上回去 八九点钟睡觉 需要第二天下午四点 第二次来的时候 我爸在浮江 他手上 过了十分钟 有点灼热感 但腿上还不明显 到第三次的时候 腿还没有出门 就一定有灼热 那么这个中间 他也产生了皮肤 有灼热 也有亏裂 糖水 糖水的时候 他那个 citchen towel 把它包住 包住以后 那水躺到 都湿哒哒的 然后又粘在皮肤上 然后穿着袜子 穿着鞋子 这个水都把鞋子里面都躺湿了 因为他知道 这一切是修复的过程 所以他不担心 如果一个志工 没有这个经验 哎呦真的 我不敢做 对不对 我们一没有信心 没有经验 一没有信心 他跟着就倒 可以这么说 这正常现象 第一月做完 拍了这些相片 Chris跟我说一句话说 我觉得再过一个月 我就会好 上个礼拜来 我问他怎么样 他说好像有点 有新的疹子 好像那红种 小块出来 背上呢 又开始有点 不是那么平 我说这很好 好现象 你要记得一点 尤其是这么重的患者 当他身体在恢复的时候 是全发胃 所以后面还会反反复复 反反复复 今天我就看到他背 又好多了 背部第一天 一个月后 这些都是恢复的 这些都是恢复现象 他现在自己感觉 有精神 有力气 不犯困 是不是 不犯困 睡着睡着 我觉得我们成功的因素 来自于患者自己本身的坚持 跟配合 最奇妙的就是 大概第三个礼拜 我原来有的流皮血 都正常了 我就觉得很奇妙 因为我十多年来 什么都试过了 中医 西医 针灸 一个月的变化比对 一个月前 一个月后 原始点 大概三个礼拜 就有这种效果 我觉得太奇妙了 不可思议 在绝望中找到希望 就是原始点 因为我绝望好久好久 而且陈太太 陈经理 和这些志工 真是很有爱心和耐心 他们对这种事 让人感动 我要继续录理 哇 都平了 你看 对 这是不可思议的 我所有办法都试过了 只有在这里找到答案 很感动 那你们这答案 我无法庆论 谢谢 看了这个案例 相不相应应该是如意 相应 真的 真的让绝望者看到希望 不可思议 真的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